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叫钟志强 今年31岁 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 目前担任一家餐厅的厨师长 同时也担任我们香菜系里面的 一个土菜文化的一个保护工作 也有四个年头 字幕志愿者 看看这里呢 给你小小是他呀 好 好 好 谢谢 小小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土菜的传承 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口头传授 并没有诗本记录 所以我们会定期去乡下 学习当地土菜 用文字性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而今天要做的这道菜 叫做红江雪白鸭 这是我当时去淮华地区采风时 一位乡下的阿婆教会我的 雪白鸭的选料与制作 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 鸭子的话呢 我们是用老水鸭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 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 这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 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 这是去对我们客人的一个珍重 撒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处 防止它凝固 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 放入蒸锅 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 这个鸭子去的过之后 还是要烧一遍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 把它去除掉 烧完之后要把它晾干20分钟 它的肉质更加紧 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 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 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 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好 更有嚼劲 先放菜籽油跟猪油 都要烧热 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 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 然后有个吃腥的功效 好 包香之后 下入我们怀化的老水鸭 当鸭子爆香之后 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 在上面煮泡泡 下入我们的红枕干椒 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 要把它爆出来 下入我们的二锅头 二锅头也是起一个真香跟去腥的功效 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 这个酱油要从锅边上下 灰化熟了之后会更加香味 好 然后下入我们的龙鸡汤 焖40分钟左右 要小火焖至 装盘 雪霸打底垫着下面 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汁 味道更好吃 点这一下 这才大功告成 老梅 来 您尝一下这个雪花药 看一下味道如何 咱们过来吃的 看点像一个凯鸡汤 太热了 热 不好吃 一些顾客经常来 来多了之后 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聊天的当中 我会知道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 其实做厨师这一行 正有满足的 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对食材的负责 对自己的负责 便要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